两人相会 世界为官 昨天上午9时 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终于握手言和 这是朝鲜和美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会晤 具有历史性意义 在随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 特朗普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金正恩重申了他对朝鲜拜党完全无核化的坚定不移的承诺 两国将致力于建立新型美朝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十分看重此次美朝峰会 十分看重美朝两国领导人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 十分看重半岛无核化和长久和平稳定 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论断时多次讲到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心路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评论美朝领导人会晤时表示 美国和朝鲜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多世纪 今天两国领导人能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对话 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 他说美朝领导人能举行平等对话 正是中方一直期盼和努力的目标 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这个作用还会继续下去 特经会成功举行 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在望 这背后有中国二十余年付出的艰辛努力 中国贡献毋庸置疑 值得尊重 金正日时代朝核问题出漏端倪 中国就表明两点主张 一是半岛无核化 二是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 在中国的积极握权下 促成了六方会谈 进行了多轮磋商 中国成功说服朝鲜放弃核武计划 美国曾答应给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但小布什政府没有对见经济援助的承诺 前美韩军演频频进行步步升级 最终激怒了朝鲜 致使朝鲜在发展核武的路上越走越远 金正恩继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 中国继续推动六方会谈 但美朝双方互不信任 最终造成六方会谈散伙 朝鲜接二连三地进行地下核试验 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朝鲜 即使在半岛战云密布的艰难时刻 中国也从没有放弃努力 并且提出双暂停建议 即朝鲜暂停核试验 美韩暂停军演 中国的良苦用心和积极举措 人所共知 终于 在今年的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上 朝鲜释放出和平的善意 中国力促朝韩首脑会晤 美朝首脑会晤 就任最高领导人七年的金正恩 第一次出访就到中国 此后 金正恩又在辽宁大连市与习主席会晤 中国竭尽所能为朝鲜的安全 稳定发展提供帮助 为维护半岛和平做出努力 就连此次金正恩赴新加坡的来回专机也由中国提供 无论重大原则框架 还是具体细节问题 都可以看出中国是特经会的促成者 可以说 君子坦荡荡 绝无私心私礼 而朝方也非常尊重和信任中方 从平昌奥运会迈出第一步 直至一步步走到新加坡 都与中国保持密切沟通 美朝联合声明体现中国主张 美朝两国领导人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核心要义有四点 第一 美国和朝鲜将遵照两国人民的愿望 致力于建立新型美朝关系 推动和平与繁荣 第二 两国将共同努力 建立持久稳定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第三 朝方重申将遵守2018年4月27日的板门店宣言 承诺继续推动半岛完全无核化目标 第四 美朝致力于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一体 包括立即遣送已确认身份者 分析四点声明 可以看出其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一贯主张 国与国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 要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 走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亲路 所谓新型美朝关系 就是要变以往的相互对抗为今后的相互对话 朝核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是安全保证 1953年签署的是停战协定 横正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北纬38度线只是一条停火线 从法律层面讲 随时可能开火 朝鲜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美国始终不愿意与朝鲜坐下来面对面的谈 却执意要朝鲜无条件弃合 就下成了一举死棋 此番声明建立持久稳定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则是一个巨大进步 停火线有望变成中战线 朝核问题最终怎样解决 声明指出半岛完全无核化 这是有利于朝鲜半岛和平、东北亚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重大信号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好评 至于第四点 美朝致力于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一体 完全是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的做法 相信没有人对此不满意 综上所述 美朝的四点声明 明确了缔造半岛和平的方向和路径 充分体现了中国主张 也是中国极力倡导、推动、期待的结果 美朝领导人第一次会晤落下了帷幕 据悉 特朗普将于今年7月访问朝鲜 金正恩将于今年9月访问美国 半岛和平大门已经打开 未来的路还长 能否一帆风顺 不可知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中国都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从朝鲜的角度看 中国最值得朝鲜信任 第一 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适合大国 是朝鲜的近邻 山水相连 唇齿相依 大国地位和地缘关系摆在那里 不可改变 第二 中朝两国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是朝鲜最大的经济援助国 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 有着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感情 第三 朝鲜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朋友不多 朝鲜希望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发展经济 富国富民 从美国的角度看 中国的作用不可或缺 由于中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虽然两国关系会有波折 但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中国是唯一可以同时为朝鲜和美国提供担保的国家 是平衡朝鲜半岛各方力量的稳定器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的作用 从中国角度来看 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 保证家门口不撑乱 不仅是题中要义 而且是重中之重 必须竭尽为之努力 是重中的 保证家门口不撑乱 不仅是题中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